宁死不屈!土耳其无惧美国强压!只因土耳其手握两张王牌。 土耳其是中东强国,并且一直谋求在中东有大的影响力,可是在美国重返中东,玉图独霸中东的背景下,土耳其受到了较大打击。 美国当然不能允许土耳其在中东做大。 其实美国谁都不允许在中东做大,因为任何一方力量的异军突起,都可能是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 从2016年7月策划土耳其军事政变开始,美国就一直在打压土耳其。 实在受不了的土耳其开始了强势反击,那就是投靠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与美国唱反调,同时高调支持伊朗。 让美国制裁受到冲击,当然恼羞成怒的美国也不甘示弱,决心拿这个不听话的盟友开刀。 美国针对土耳其的软肯实施了制裁和做空,一下子击垮了土耳其。 赞助商链接。 毫无疑问,埃尔多安政府对白宫的焦虑,是土耳其与美国闹翻的主要原因。 在美国的思路里,没有什么盟友,美国第一,美国优先才是王道。 埃尔多安政府必须听命于美国,否则就要制裁。 可以说埃尔多安对于美国这种顺我者昌逆我者王的思路有助深深焦虑,所以其选择了反击。 埃尔多安身之如果一味的妥协,那么萨达姆,卡扎菲就是自己的命运。 埃尔多安直接逮捕了美国牧师,并且拒绝放人,这是美土矛盾激化的导火索,当然不是根本的原因。 美国制裁如红水猛兽,土耳其一下子被打倒了,差点缓不过气来。 赞助商链接。 可是埃尔多安一点认怂的意思都没有,并且明确表示不会屈服,不会投降,甚至警告美国,土耳其会寻找新盟友和新朋友。 埃尔多安的强硬,即使和伊朗的强硬是一个道理,那就是他们只有强硬一条道。 当初美国策划土耳其政变,埃尔多安的飞机飞到德国,但德方不让其降落。 最后救了他的事正是伊朗。 换那见真情,如果土耳其投降了,那么就彻底得罪了伊朗和俄罗斯,将来就只能完全听命于美国。 不然就没有一点退路了。 土耳其沙巴日报指出,对于土耳其而言,就算是赞助抗争到死,也不愿跪下求生。 确实跪下求生,看似舒服了,其实是彻底丧失了站起来的机会。 赞助商链接,为了凸显抗争到底的决心,土耳其针对美国拿出了两大杀招。 第一招就是,用难民这个杀手锏威胁欧盟,从而缓解美国制裁压力。公开资料可知。 目前恶守欧亚咽喉的土耳其境内有大约400万难民,一旦经济崩溃其就会打开通道,让这些难民涌入欧盟。 毫无疑问这是欧盟不可承受的。所以在土耳其释放威胁之后,欧洲以德国为首的国家开始出手相救了。 第二个杀招就是与俄罗斯、伊朗联手,挤压美国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 这个招数直接击中了美国的痛点。 叙利亚一度被美国当作驱赶俄罗斯的重要支点,现在不仅仅俄罗斯站稳了脚跟,美国反而面临彻底失败的风险。 土耳其两大杀招出手,美国反而铸击了。 开始谋划在叙利亚的军事打击行动,担心真的会失去叙利亚。 土耳其遭遇美中拳攻击,紧急求救欧盟等国,缓过进来之后,土耳其绝不屈服寄出两大杀招。 此刻到底,显然美国也不是赢家。 赞助商链接。